禽流感來勢洶洶 就連土雞也傳出疑似疫情了嗎 彰化的一家土雞場 今天死了四隻雞 主動通報防疫所 目前正在化驗當中 禽流感疫情是不是 已經從水禽擴炎至入禽 引發關注 連日禽流感疫情燃燒全台 彰化15日也傳出有土雞場 通報有機支死亡 目前正在化驗 是否感染到H5亞型禽流感病毒 疫情會不會由水禽擴散到入禽 不管是對水禽入禽 都有一個高的致病性 那至於說我們這一場 因為送禽的結果還沒出來 但是可能要等出來之後 才能再進一步的分析 房建局還無法確定 病毒是不是已經從壓的淚水禽 跨到入禽漏機 擔心傳給哺乳類 更怕禽傳人 而面對來勢洶洶的禽流感疫情 土雞養殖業者先防範 我們經驗就一定 希望大韓這個收到要報告 你如果要感染到 他都一直感染 一直感染一直感染 所以說真的要注意 那你的處理方式呢 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 一天到晚都在這裡說 管理局有處理 有感染嗎 感染你就要抓起來 抓到他 隔離 雲障地區傳出有養禽戶 隨意丟棄並使禽累 雲林縣長李靖勇 也在向中央喊話 檢驗疫情期程太長 恐怕增加疫情擴散風險 在1月13號的時候 我們曾經對中央提出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必須要縮短 這個病毒檢驗的流程 因為我們8號送去的第一批 他檢驗的結果是到11號才出來 反應單位強調 根據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可除5到20萬罰環 如果造成疫情散播 最高可除3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磕100萬罰金 呼籲悅者有發現疫情要自主同胞 不要以聲釋法 新唐人亞太電視葉喜宏 台灣彰化採訪報導